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事起来踏实肯干 而且内心特别的正直无私 懂得为他人着想 天生属于那种能够做大事的人 而且从小家境和家教都非常的好 在事业上也能够得到家中的帮助 围观者可以长大卷 经商可以赚大钱 一生注定富贵 二 准头圆润肥大 鼻头的部位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尽财能力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和聚财能力 如果一个人的鼻头部位长得圆润而饱满有瘦的话 这种人一般财气和福气都比较厚重 贵人运非常的好 聚财能力非常的强 这种人大多心胸宽广 做事很有智谋 脑子也非常的灵活 很有经商方面的天赋和头脑 个人能力比较突出 往往能够脱颖而出 获得很好的收入 再加上出色的偏财运 有暴富的可能 三 悬胆鼻 所谓的悬胆鼻指的是山根部位长得较为纤细 而鼻头长得非常的丰润圆满 鼻翼长得也比较饱满 如猪胆倒悬一般 长有这种鼻想的人大多个性非常的要强 虽然出身不是非常富裕 但是个人能力比较强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往往能够白手起家属于先贫后负的类型 而且聚财能力非常强 一旦发家 负得比较长久 很难再穷下来 四 蒜头鼻 所谓的蒜头鼻指的是鼻形长得较短 山根部位长得稍低 不过鼻头很大 鼻翼也比较饱满 整个鼻子长得就像蒜头一样 这种鼻子虽然不好看 但是却能给人带来富贵 长有这种鼻想的人 一般财库非常的丰隆 财路也越走越宽 身边容易出现发财的机遇 财运极旺 而且这种人做事也比较坚持 只要认准一个目标 事业上定能够有所成就 聚财能力特别强 一生非富即贵 五 阴沟鼻 在面相学中 阴沟鼻又是阴险狡诈的带名字 像书中有云 鼻如阴晦 卓人心肺 长有阴沟鼻的人 大多数内心非常的自私薄情 而且特别多奸诈 喜欢算计 这种人往往将物质和金钱 看得非常重 为了利益 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种人大多意志力坚韧 忍耐力极强 会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不断奋斗 做事坚持 有始有终 虽不能大复 但小日子过得 也是越来越如意 六 胡阳鼻 所谓的胡阳鼻 指的是鼻梁高 鼻头圆大 但是鼻翼却比较窄 这种鼻翼的人大多观察力非常的强 头脑反应灵敏 对于商机天生就有着一种非常强的嗅觉 特别的适合做生意 很有商业方面的头脑和才华 不过这种人大多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 不是很富足 所以年轻时候 家里能够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也不多 凡事都要靠自己去争取 比较的辛苦 不过中年以后 随着阅历和人脉的增加 事业发展会越来越好 积累财富的速度也会增快 晚年时过上富贵而安逸的日子 让人羡慕不已 七 截筒鼻 截筒鼻的重要特征是指鼻梁和截筒一般停止 鼻头端正不偏不斜 鼻梁厚实而停止 山根绿远 此种鼻象属于上等的好鼻象 长有此种鼻象的人 大多性格温和 待人和善 天生有着很强的亲和力 女人长有此鼻象 桃花运望 夫运家嫁得好 男人长有此鼻象 正才偏才两望 做事大气 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 八 希腊鼻 希腊鼻的重要性 特征便是鼻梁较高 鼻头上翘 此种鼻形是一种比较完美的鼻形 长有这种鼻形的人 大多性格开朗乐观 做事坚持而认真 御师不喜欢退缩和逃避 有着很强很强的忍耐心 处事公正而公平 很有大局观念 做事光明雷露 心里有事或者有好东西 也愿意与人分享 能够发财 九 山根高 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长得高 挺有肉感 且山根部位风筒高直 窝头 山根和鼻头部位 几乎处在同一条直线上 看上去很有气质 在象学中 这种鼻梁也称为 灌顶鼻或伏西鼻 长有这种鼻形的人 一般野心比较大 自尊心比较强 做事执着 决定的事情 就不会亲言放弃 只要做 一定就要努力地做到最好 容易成功 命中注定 能够大富大贵 十 鼻翼丰满有肉 鼻子在财薄宫 而鼻翼的丰满程度 便代表着财酷的大小 如果一个人的鼻翼丰满 有肉看上去 能够比较厚实的话 这种人一般进取心非常强 性格坚韧 做事坚持 财运非常的好 有着很强的赚钱能力 虽然不太善于理财 容易造成钱财虚花 不过好在挣钱能力超强 所以一生也不会为钱发愁 二 八种漏彩鼻 一 鼻梁有结 所谓的鼻梁有结 指的是鼻梁的中间部位 鼻梁骨有个明显的突出 就像竹节一样 长有这种鼻象的人 大多脾气非常的火爆和急躁 情绪控制力比较差 有些喜怒无常 经常为了一点 芝麻绿豆的小事而大发雷铛 而且做事时 丝毫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 为人处事方面缺乏耐心 内心非常的浮躁 做事比较敷衍 性格方面也比较强势 喜欢自作主张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 一生财运不佳 收入低下 二 漏灶鼻 所谓的漏灶鼻也称鹿鼻孔 这种鼻型的重要特征 便是鼻梁挺直 鼻头有肉 扇根也不低 但是鼻头较短 平视前方时 可以看见鼻头微微上翘 两个鼻孔就像两个风口一样 暴露在外 鼻子为财补宫 代表着财运和财库 而鼻孔代表着财库的大门 鼻孔外露则财气中一泄露 这种鼻型的人 大都好胜心比较强 争斗之心非常强 从来不懂得退让 做事赶闯赶干 但人缘不好 一生多败少成 鱼六斤之间的缘分淡薄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 即使成功也是短暂的 最终还是一事无成 三 扁凹鼻 所谓的扁凹鼻指的是 鼻子的山根部位低线明显 鼻梁塌陷不起 鼻头部位偏平 且鼻孔外露 这种鼻型在相学中也称 踏踏鼻 常有这种鼻型的人 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怒弱和胆小 做事缺乏主见和魄力 也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和观点 做事总是犹犹豫豫 容易受人欺负 个人能力比较低 在事业上也难有什么成就 到中年时期 各种梅韵便会集中爆发 事业和婚姻方面都不太顺利 钱财外流 生活艰难 四 剑鼻 剑鼻在相学中也称剑锋鼻 其重要特征便是鼻梁成背部的形态 整个鼻子消瘦无肉 鼻头突露明显 鼻头高挺 但纤细无肉 这种鼻形的人大多内心非常的刻薄和自私 为人冷酷无情 做事只顾自己 而且善于表现 总是希望别人围着他们转 但是待人处事方面却非常的薄情寡义 非常的小气 整天想着怎么去计算别人 为了利益做事不择手段 没有人愿意与这种人交往 万年贫穷而孤苦 五 准头尖小 鼻子准头生得比较小或者尖 此类人的财运相对的较助 但人处事在财务上面也不够宽厚 有相对比较精明的现象 如果鼻子又是鹿孔的话 那大多是财运比较低迷或者是过路财神 难有大财 六 鼻风毒耸 鼻子大小要与脸型大小五官相互配合 如全低面小和平 瑕疵而鼻非风龙的话 古书中称之为 风孤毒耸 这种人不论男女 非但不能俱败 且有破败之余 尤其男性上唇无虎者更为灵验 七 鼻子过于短小 鼻子与脸型相比之下过于短小者 表示此人在事业方面难有前途 财难入库 劳多或少 如要自行创业 则如扶不起的阿斗 必然破败百出 赔钱又惹祸 八 箭头笔 鼻尖下垂 鼻子显大 脸也显得长 此种笔者财运上有一定的破损情况 容易在赚钱的过程中 因吃不了苦或者没有耐心 情绪急躁下 工作无法做到有始有终 从而损失了自己的财运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 某人鼻子大 好有钱 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鼻大仅代表固执自我 假如再配上上拳饱满 鼻梁坚挺 而且颜色黄润 才能断为有钱 假如鼻子大 然而山根低 两拳无肉 那就是孤风督总 不断不负 反而贫寒 假如鼻子大 脸大而有肉 眼睛小而有神 下巴翘 则是大富的面相 假如鼻子大 眼睛大而无神 那么即使有钱 也会被人骗走 总之 面部任何一个部位 结合起来 断语都不会一样 希望大家能明白 相不独论的道理 认真牢记 每个部位的特征 学会综合判断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